梯田诗意 水墨画中的自然和宁静 这幅水墨画呈现了一幅宛如诗意般的山水景象 将大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展现得淋漓尽致 画面的前景是吉姆梯田 这些层层叠叠的梯田 仿佛是农夫们勤劳耕耘的成果 它们在阳光下闪著微微的光芒 沿着梯田的右方 有一条竹林步道蜿蜒而上 通向山上的两间木屋 这条步道在竹林中蜿蜒前行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沿着它走上去 去探索山林的奥秘 而木屋的周围 像日葵 紫小花点坠住 它们像是花仙子 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木屋的后方 崇山峻岭处里 山顶一条卷卷银铺顺流而下 宛如大自然的礼赞之歌 全山云雾缭绕 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松树和红叶树临维绕住 绿意和红色的交错 让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在山谷中 一群飞鸟翱翔自如 它们在天空中留下了优美的弧线 为画面增添了生气 画家善于运用墨色 将画面底层次处理得十分丰富 从梯田的细致到竹林的笔触 再到山巒的深邃和飞鸟的轮廓 墨色的变化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深邃的感觉 线条的变化也展现出画家的技巧 从精细的笔触到流畅的勾勒 每一笔都流露住情感和用心 整幅画作仿佛是一首赞美大自然的诗篇 透过墨色和笔触 传达出对大自然的敬仰和赏识 梯田、竹林、木屋、瀑布 像日葵树林和飞鸟等元素 在宣纸上和谐共存 营造出一种诗意和宁静的氛围 观者在欣赏这幅画作的同时 仿佛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生命的律动 总的来说 这幅水墨画以其精湛的技巧和深邃的墨色 呈现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宁静的自然景象 梯田、竹林、像日葵、瀑布、云雾和飞鸟等元素 在画布上相互辉映 让观者仿佛身临其境 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中 这幅水墨画中的两间木屋主人 无疑是拥有极佳的居住环境 他们每天都能够醒来 第一眼就欣赏到壮观的大自然景色 这种景色不仅令人心旷神疑 还让他们深受启发 每当早晨的阳光透过竹林洒在地面上 木屋主人可以在向日葵和紫色小花的芬芳中漫步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这片山林中 梯田依山而建 见证了农夫们的勤劳和耕耘 这或许基立柱木屋主人 也投入到大自然中 进行一些种植或耕作 体验农事的乐趣 而当他们决定走上竹林步道 往山上走去时 他们能够欣赏到更加壮观的景色 崇山峻岭 圈圈银铺 松树和红叶树林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礼物 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丰富的元素 他们或许会选择在山川间漫游 或者寻找一处幽静的地方 沉思大自然的奥秘 傍晚时分 当夕阳西下 木屋的主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居所 观赏夕阳的余晖 感受山林的静谜 在木屋内 他们或许有书籍和音乐作伴 享受住宁静的时光 而在夜晚 星星点点的天空 和山谷中的蛙鸣虫教 成为他们入夜的交响乐章 住在这片山水之间的木屋主人 拥有一个与自然和邪共处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充满诗意 每一天都是一首自然的诗篇 这幅水墨画 不仅是一幅艺术品 更是一个对于生活价值的赏识和赞美 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花时间观赏这段影片 希望这个影片为你带来了快乐和启发 不论你身处何地 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 愿你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美好和幸福 请不要忘记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存在为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和价值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爱与喜悦 并且追求住自己的梦想 谢谢你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影片中 再次与你们相会 保重 愿你们幸福安康